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 TBS邵康戰情室 專門向特朗普 特別來賓 高嘉宇委員 吳怡軒發言人 陳鳳鑫小姐 張祝倫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林陶議員 好 伊朗 因為他們是說 7月5號要打了 8月5號 8月5號要打了 就今天了 不過打哪有先講 其實像伊朗中心 上次雖然發了300顆飛彈去 以色列也沒什麼傷 又怎樣 他們這種國家要打 不是這樣打 他比較厲害是說 瞄準一個美軍基地 突然去突襲你 搞掉你一兩百個美軍 老美才怕 你去打以色列 沒有人會怕的 所以這裡面嘴巴講 我哪一天要打你 哪一天要打你 到底會不會打不知道 效果怎麼樣不知道 不過中東因為現在局勢 的確是緊張 所以大家很擔心 那邊會不會有大戰發生 布林肯警告 說伊朗跟真主黨 恐怕在二小時裡面 要報復襲擊以色列 以色列跟伊朗展開多線戰爭 美國有準備保護以色列 你們只要對以色列本土去進攻 美國就要保護他等等 航空母艦也去了 美國就表態 表示我要對 以色列多支持 猶太人 你們要多支持我們 以色列 黎巴嫩也要打仗了 美國跟英國都叫公民 離開黎巴嫩不要去了 蹭得有機票快走 有機票 但是現在不太遠有機票 因為很多班機都停飛了 很多就是這樣 你看這種情況就是 一旦緊急的時候 航空公司就停了 你說人家跑你忙你跑 你做什麼跑 中東現在看起來戰事緊張 各國公民你看在機場 一片還有少數飛機要趕快跑 或是到別的地方再轉 黎巴嫩首都機場已經看到人龍了 另外哈尼亞 哈尼亞遇刺的 就是哈馬斯的頭頭 遇刺的地方曝光了 說可能屬於山區發射的飛彈 你看現在有三種講法 開始說F-35去斬首 後來又說不是 兩個月以前就有人去埋炸彈 然後現在是山區的飛彈 所以到底怎麼樣搞不清楚 那麼另外以色列說想要先發自人 你不要報復我 我先放消息 你們要打我 我就先打你了 意思是這樣子 白宮說正為伊朗報復的一切可能性 做準備 照理講是伊朗 以色列做準備 你白宮做什麼準備 約旦外交大使訪問伊朗 本來他們想要改善關係的 但最近因為上次伊朗 去發射飛彈打以色列之後 約旦有幫以色列去抵擋 所以中間的情況 最近的關係不好 可是約旦也希望說 我認為是代表美國去的 幫美國去問的 約旦跟美國關係非常好 就是說 因為我沒有到以色列 都要經過約旦進去 就從約旦出來 這樣的話你的護照上 不會給你蓋到以色列 你護照蓋得到以色列 你其他總統國家都去不成了 約旦就很體貼 跟我們另外一張紙 在紙上蓋一下 所以你的護照上就沒有記錄 所以去過以色列的 我們看一下 機場湧入大量旅客 各國公民席家帶卷 準備離開黎巴嫩 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 武裝團體真主黨 和以色列的緊張情勢 急速升溫 傳出這回老大哥伊朗 甚至可能要自己出馬了 不過根據美國媒體 Axios報導 由美國和以色列官員預計 伊朗攻擊以色列的時間點 最快就會落在當地時間5號 目的就是要報復 巴勒斯坦武裝團體 哈馬斯領袖哈尼亞 在德黑蘭遇此身亡 以色列已經開始為伊朗 發動重大報復行動做準備 美國方面美軍司令庫里 甚至也抵達中東 戰火一觸即發 紐約州一名州議員 更在社群上透露 華府的披薩指數異常增加 暗示美國政府機構的工作量 大幅提升 暗示可能即將有大事發生 我先講一下伊朗的情勢 它其實確實會比4月份的時候 可能要來得更嚴峻一些 我覺得約旦的外交部長 去訪問伊朗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如果你回頭去看 伊朗每一次跟西方 有重大衝突 尤其跟美國有重大衝突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去看一些 那種回憶錄或什麼等等之類 你就會發現 美國跟伊朗之間 其實是有秘密外交管道的 所以他們的秘密外交管道 可以讓美國充分的知道 伊朗 可能伊朗就會告訴他說 我要反擊到什麼程度 但是我不會傷到你美國大兵 所以那一次他們的這個 蘇聯曼尼被暗殺的那個事情 是美國幹的 當時伊朗 其實他去攻擊了很多美國的 在中東的基地 但是美國的中東基地 雖然有損害 有這些財產上的損害 但人都測光了 就事先得知而測光 好 所以大家面子上都過得去之後 事情就可以不了了之 但是這一次你會發現 美國第一 他動作特別大 他派了林肯號去 他派了他最強的艦隊 然後到了中東地區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派了約旦 我去過約旦 約旦是中東數一數二的窮國 因為他沒有辦法產石油 所以他非常的窮 我們剛剛還有在這個 過去我們有一段期間 其實也是我們很重要的 援助的國家 那麼約旦他最主要的裁員 其實就是美國的援助 所以美國要他往東 他就要往東 美國要他往西 他就必須要往西 我覺得正是因為 美國跟伊朗之間 這個秘密外交管道恐怕斷了 才需要約旦來跑這一趟 恐怕就連約旦也不見得很清楚 知道伊朗的報復的範圍有多大 但是我這邊其實特別提一點 就是我這幾天 在看伊朗的情勢的時候 我看到紐約時報 他們刊登了一個首席歐洲外交記者 鄂蘭格 他所寫的一篇文章 全篇通篇痛罵大坦雅胡 痛罵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不惜冒著整個區域的 全面戰爭的風險引爆 然後他要去挑釁 然後根本就是一個目中無人的無賴 無賴這個詞是 紐約時報的這一位專欄作家所寫的 這個首席的歐洲外交記者所寫的 裡面就提說他為了保自己的位置 怎麼樣去跟極右翼的合作 如何如何的 但是我很想問的是 以色列今天變成這種目中無人的無賴 是誰造成的 今天以色列這種攻擊伊朗的行為 你也覺得說這是糟糕的事情 那麼這件事情引發的 可能的全面性的區域戰爭這件事情 你也認為這個是讓全世界都拖進去的 但是你美國的做法是什麼 是派了最強的艦隊去保護以色列 然後你在安理會當中 聯合國開了緊急會議 要來調查這件事情 要來譴責這件事情 誰投了反對票 美國 英國 法國 所以熟任置之 所以今天到底伊朗的反擊會議 理論上來講 他其實很難造成真正的區域 全面戰爭的風險 但是我覺得現在美國的緊張來自於 他們沒有消息 白永平 你這紐約那麼久 紐約那麼多猶太人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猶太人好 不是 因為猶太人長期掌握 美國的兩大關鍵 一個就是媒體圈 一個就是他的金融圈 而美國的政治花費 我昨天還跟佐政東教授碰面 結果我們就講到一個有去的現象 台灣的政治花費其實有在減少中 不是沒有 你看去年 您剛經歷的總統大選 跟我們講十幾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那個花費 我們是有在減少中 可是美國不是 美國的選舉 每一次的選舉 都以20%跟30%的這種比例在成長 那是天文數字 對不對 現在不是在講說 賀錦麗 募款多麼了不起 那個數字一起來都是驚人的 什麼300億 怎麼多少 對 那是美金 我是說換成台幣都 非常恐怖 都好幾百億 我要講的是說 可是他這個 還不是像川普去跟石油商 一下子就要求1 billion 對不對 這個就代表什麼 美國的選舉 就全部要靠大錢砸 因為美國那麼大的地 你人根本不可能見面 你要做很大的組織 在網上底下回答剛才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以色列對他的影響力那麼大 因為猶太金主 所以如果我們整天講說 美國人把台灣當碎罕 台灣好像覺得美國是爸爸 以色列其實是美國爸爸 美國的爸爸 不是美國是以色列的爸爸 所以你對於你的政治人物 都是靠這些猶太金主 來決定你的競選經費 甚至你的生死 難怪納坦雅胡 其實很多人批評 鳳欣講的那個專欄作家 講那麼難聽 那個John Mierheimer 他罵到說 對 他覺得非常非常的disgraced 他覺得很丟臉說 去國會演說的時候 這些人這麼熱烈的給他鼓掌 納坦雅胡一去到美國國會 他得到什麼樣的對待呢 棉海默教授說 他得到了皇室級的待遇 對不對 你皇室級的待遇 你看到的美國國會 美國的人員都是這樣子 全力的力挺 然後做他最堅強的後盾 他出來他當然覺得 他被開綠燈 他當然可以拚命打 可是以色列這種做法 就是把美國完全拖下水 他不是只是把美國拖進去一個 根本對美國利益來講 已經沒有利益的地區 因為美國自從頁岩油氣開採以後 他其實已經完全不需要中中的石油 他已經變成是最大的油氣輸出國 他在那裡有什麼利益 他全部就是被以色列拖著跑 所以他巴不得離開那邊 可是沒辦法 他不只拖累美國捲入這樣子的 泥腦性的衝突跟戰爭裡面 他還把美國的全球領袖 世界公信力全部都拖垮了 那麼美國的披薩指數 爸爸什麼叫披薩指數 就國防部已經老美全上Bar 喝個酒 這個反正去那邊搞 但是說現在沒有時間上酒吧 所以就拼命叫披薩 要加班要吃 老美那個好東西也很少了 那就叫個披薩他們就覺得很棒了 就叫個披薩 漢堡 漢堡還滿好吃的 披薩也不難吃 每天就吃 他就這個東西 所以就加班去送披薩他們就很高興了 所以這個披薩指數 就表示這個機關 員工加班的時間有多少 表示國防部一直在那邊準備 說要打的 要打的 要打了 謝謝老師 走的安全 活得平安 住的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台股不只是台股了 其实日本 韩国都很惨 上个礼拜五台股就只得了1000多点 说那是史上对着要跌幅 今天跌更重 今天上午我经过 这个中央新闻部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边讨论说 到底是跌1300还跌130 我就随一海 我说跌130怎么跌1300 他说不是1300多点 我说这还假的 这什么个数字 没有跌超过 没有在1000以内的 所以结果收盘跌了1800点 最大跌幅 中厂收盘也跌破2万点 台积电跌了88块 收815 多的时候上千 对不对 一下子等于是一股就跌超过200块 台股大跌1807点 来到19831 史上最惨 经济部长说 他被骂死了 经济部长说大家要准备 这是景气循环 本来就有涨有跌的 涨的时候你们高兴 现在跌了承受 而且还可能再跌 经济部长 他真是一个乌鸦部长 整天跟我们说要涨价 要不然就苦事 水电都要涨 大家要准备 这是景气循环的一部分 而且环境也很影响 极端气候等等也会影响 景气等等等等 反正就随便他讲了 韩国也跌了4% 日股跌6%因为熔断了 后来就根本不能再进行 报告日本最后跌了13% 韩国最后跌了8.8% 美股恐慌 台股前面备战 短线要测半年线 这支撑看能不能撑得住了 国安基金校要开记者会 所以我想要表示要进场护盘 而且他们其实之前 都靠了很多的什么航库 靠了很多的八大航库 还有他这边讲 靠八大公股证券 还有投信等等 因为投信已经连23买了 其实政府已经进去买台积电 这过去的人买了一些的 也买了不少了 外资就拼命抛 外资现在用台积电去抛台积电 然后设法来 等于是领取现金 来 我们智伦是会计师 你怎么看 的确在大家就知道 不管是过去蔡英文政府 以及现在赖清的总统政府 他们过去都以台股破两万点 或台股涨很多 作为他们执政的大内宣 当然经过刚刚大家就要了解 这两天台股都是以破千点做收盘 尤其今天更是破1800点 跟郭部长报告的是说 你这次讲的是跟全民的血汗钱有关 不能说准备要跌了以后 就是让大家准备等着 因为如果你是经济部长的一个角色 你这样讲可能看起来明天的股市 会不会又大抵 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 尤其我还记得我们的护国神 三台基电 在破千的时候当时外资 好像一开始喊 要喊到1300点 1300块钱 台积电要一边300块钱 所以很多的 一般的民众都已经 很多民众我想 在这个呼唤之下都已经上车了 所以在这波台股下跌的部分里面 我相信很多的 一般的散户是受害很深 这边我也要提醒 在过去长期以来 如果台股有像这样子重跌的时候 基本上国安基金是应该要进来互长 尤其当大盘如果跌超过20%的时候 应该这个国安基金应该进来互长 我相信经济部长 现在应该好好来想说 应该要怎么样让台股可以趋于稳定 让很多的股民 不要在这个很大的压力当中 当然我也要提醒 其实像现在的股市的反应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涨的时候有时候会超涨 跌的时候也会超跌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台湾跌的时候 其实是反映 台湾目前的一些经济的环境 一些的叫我们叫灰犀牛 就是什么叫灰犀牛 就是说很单纯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 台湾的经济状况过去以来 一直都很不好 可是台股怎么会涨那么多 最近我要跟大家报告 审计部的报告就已经指出了 在去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才一点多% 是这一年十年来以内 经济成长率最低的时候 台股怎么会冲那么高 是不是有些虚胖 大家也知道 不管是现在两岸关系 刚刚讲到很多的国际情势问题 其实两岸关系 最近也是非常的严峻 以及台湾一直以来的 缺电或是停电的问题 以及能源问题 未来都是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 所以我希望郭部长 我们经济部长 可以好好来让我们台湾的经济 可以稳定 股市的问题 我也希望说 大家全民在投资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 我们看看情况 投资人一早开盘 一定是觉得心脏快承受不住了 今天的台股表现相对疲软 可以看到一开盘 就以悬崖式暴跌 跌幅是超过1700点 最低点是来到19926点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收黑 市场又传出巴菲特减半 苹果持股 以一冲突爆发 让周一台股开盘再震荡 以20982点开出 随后一路走下行趋势 一度在9点45分 跟10点左右 灌破2万大关 三大全职股一路领跌 台积电早盘 低点来到835元 下挫68块 逼近半年线 失守900元关卡 而联发科鸿海一度跌停 全球股灾 我想这个 这个大家要有准备 这个是景气循环的一部分 要果然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美股大跌 台股五号大血洗 盘中一度重杀 超过1700点 失守2万大关 亚洲股市也一片残率 刚刚这个证交所很罕见 下午3点的时候召开记者会 他总经理叫简历中 说目前国内基本面看起来 经济表现稳健 要密切注意 国际市场对台国的影响 必要的时候 证交所会采取 各项稳定市场的措施 而且会配合主管机关 这个稳定的政策 主管机关也很注意 正在观察情势 政策所会提高警觉 以往疫情的时候 恶物战争的时候 市场不领袭下挫 到一定幅度的时候 发行面交易面都 政策所都有措施 不过目前还是没有推出 任何稳定措施 信心喊话 说我们经济表现 还算是稳健 来 冯芯 我说现在其实有四大利空 伊朗这件事情还不是 这四大利空其中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美国衰退的压力 过去这一个月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经济数据都不好 所以包括了PMI的数字 零售销售的一些 各个业者的这些财务报表 财务报告 然后还有包括了一些连准银行 地区连准银行 他们所做的报告 其实压力就已经是很大了 所以上个礼拜五 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 其实那是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压垮 就是他觉得这个衰退 好像真的要来临了 因为衰退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已经不是很好了 你现在美国的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出现衰退的话 全世界没有人逃得掉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交易全部都跌 不管是股市的交易也是跌的 然后油价也是跌的 比特币也是跌的 什么通通都跌 只有债券价格上涨 第二个其实这件事情也很严峻 因为日本央行升息 日本央行升息之后 日元快速的升值 他从161块日元才能够买1美元 现在已经升值到142块日元 去买1美元 你看那升值速度有多快 短短的差不多是20个交易日而已 就已经升这么多 可你要知道在过去十几年 因为日本是零利率 负利率 所以有很多人跑到日本去借钱 然后到全世界所有的市场去投资 不是只有股市而已 比特币市场也是投资蛮多的 好 他们借低利率的钱 然后去其他地方投资 然后等到他要去还日元的时候 日元又贬值 他可以赚会差 又可以赚利差 但现在糟糕了 日元升值 然后美国刚好又碰到科技上面的一些利空 所以这些避险基金这些聪明钱 跑得比谁都还要来得快 那这一种套利交易规模有多大 我们不知道 但是Bloomberg有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日本过去这十几年 累积的金长账 然后到海外去投资的金额 他估算是4兆4千亿美元 当然不会全部通通都是这种套利交易 可是就算是五分之一 那个金额也非常的惊人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那种 大家急着跑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几天其实出现的是那个急着跑 因为怕跑输这些对冲基金 避险基金 第三个部分是你看到说 很多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是经理人 都在卖 马斯克 然后黄仁勋也卖 贝佐斯也在卖 然后礼拜六的时候 就是巴菲特的播客下 一公布了财报 大家吓坏了这样子 苹果卖一半 他第一季已经卖17% 手上的苹果 第二季他把手上剩下来的 再卖掉一半 而且他已经连续12个交易日 去卖美国银行的股票 所以他是普遍性的卖 他现在现金2500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所以如果巴菲特觉得说 太贵了 远离 这个聪明钱就引发了 很多的模仿效应 第四个部分对台湾影响最大 那么过去这一段期间 因为AI很强 所以只要任何一家公司 大规模的投资人工智慧 然后去买这些设备 然后市场就拍手鼓掌 然后就涨 可是过去这几天科技公司 不管是Alphabet也好 或者是Meta也好 或者是亚马逊也好 他们资本支出如果大幅度增加 股市就大跌 股价就大跌 投资很多没有收益 对 因为觉得你没有回应 反而是Meta说 我们不会那么大规模的投资 Meta的股价上涨了 所以大幅的投资AI这件事情 市场现在不买单 好 但是我现在要提 所以如果要止跌的话 其实至少两个指标 就美国科技股不要再跌了 然后日元不要再升值了 这两件事情至少要在一个礼拜之内 你没有看到更低的低点的时候 也许就会有机会 我觉得会有 跌多了当然会有反弹 可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科技的修正不是修正 而是泡沫破灭 如果说套利交易所引发的效应 继续持续的话 我做过统计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当中 电子半导体这些占比 在我们出口的总个产业已经超过六成 六成七 非常的高 过去大概只有四成多 但是因为现在传统产业其他都不好 我们就只着重在半导体 就说很棒很棒很棒 六成多了 万一它出现了反转 我们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 而我们的因应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是因为股市好 所以服务业的消费力道很强 大家吃喝玩乐很开心 但如果股市不好的时候 它对内需里头的吃喝玩乐会产生影响 所以我刚提的这两件事情的冲击 我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 但是这是最坏的打算 我们要做最好的准备 那么所以这边要跟经济部长喊话 你不是轻描淡写的说一个景气循环而已 我们大家可以去认清这是景气循环 但你作为经济部长 你必须要调节景气循环 然后不要让大家出现恐慌 这才是经济部长的责任 谢谢 再回来